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会反对环保,我只会反对环保胶和环保 其实这件事都跟周显大师的苏州市有关 话说,上次提到有关交易公园的问题 或者环保问题 晚来有一些网络的攻击 名字就不开了 不开的原因,不是因为法律之类的问题 不可能纯粹贵使用了亿人 为什么要讨论? 因为我觉得是挺有价值的 那个题目是说什么呢? 有人说周显是一个人渣 人渣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竟然说可以将交易公园的土地用来建房 你知不知道当年保马山山尼倾舍死了多少人 他就套用了少少经济学的概念 他就说,其实交易公园 他之所谓给游客或市民欣赏风景 只是一些界外效应 即是一些externality 真正的效用 交易公园对香港的价值是什么呢? 是用来保持水土,避免流失 不然就死得人多了 所以我们为了保持香港的安全 我们才实际上要保持交易公园 你这么喜欢说经济好吗? 你不说碳配颜交易 这些就是高司定理的产物 张五常都支持 为什么不说这些?要搞交易公园 这个就是对你的攻击 OK,就这样 我首先不反对他对我这个人责这个结论 但我只是反对他推理 但我推理等着你讲 因为经济学的东西都是你讲的 第二,我也从来没有 他不是一个环保的人 你反对环保的人 我从来就是照自己的方法生存 他现在没有环保 他始终累死你 我想环保还是不环保 山泥倾舍那些 那些人责烂你的房子 不要紧要 我当然住的地方没有生来谈舍 但我想如果作为有钱人 我应该关心他们的生命多些 OK 第三,我说来说有很多 我真的觉得我很小气 我很羞恥 我认为为什么会那么小气 那么什么东西呢? 但是我都真的很小气 我发现 你讲经济学理论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罵周显的人 就用了高斯的 我以为高斯定理 其实是物理学的定理来好似 你可以说是高斯原理 就去讲关于环保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集题 让我们了解经济学 如何尝试解决环保问题 其实原先就是我们讲的 这是一个疲估的讲法 就是福利经济学来说 因为有一些事情 其实没有办法透过自由市场解决的 其实我们迟下都会讲的 两个东西都跟香港有关 一个可能是人口问题 因为人口带来擠逼那种界外成本 你没有办法可以透过市场交易去解决的 另外一个就是环保 所以这些事情要透过政府精神去做 其实我不是完全反对这件事 但高斯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交易成本够低的前提下 其实只要你将那个业权 就是一个产权 作出一个清楚的界定 那其实这一班人 就会自己谈好一个补偿的方案 这个补偿的方案 就是会令到那个效率 和那个效益 达到最低的 高斯订队应该是吗 只要产权 界定清楚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会调节 就怎样都会计得对的 债钱的成本要是很低的 只要界定得很清楚的时候 举例 其实我说他经常都用就是 工厂污染 就是说工厂污染 累到民居 那你就应该 征税去防止那些工厂再排污水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征税 你是令到那家工厂不得生产 可能对整体的社会效益受损 最好的方式就是 要是你界定的产权是属于工厂的 排污权 排污权属于工厂 那些市民就向这个工厂要求 我给钱你 不如你不要排太多污水 反过来 如果排污权是界定在市民身上的 就是工厂给钱赔偿给居民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高斯的理论的一个基础 亦都是你说的碳排放的原理 是 但当然碳排放我就不太远说 事实上虽然有很多右翼的经济派 形同碳排叛亚交易 但他们是觉得实行不了 因为交易成本很高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拉远一点 我现在讲回交野公园 这个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告诉大家 现在交野公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实际上太多人口讲 这个交易公园是神圣不可侵犯 结果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租借消散 因为问题就是 用那班人 他们全部都是用口讲 很伟大 这个交易公园的作用很大 但他没有付钱 然后另外一群很想付钱的人 是基于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牌匾面面前 他是做不到 讲到很复杂 很简单 正如我用回高斯的概念 如果交易公园 即是刚才他说 你看那些水土流失 那些保马山那些 不是保马山惨案 山堤傾舍 那些有钱人如果这样 他就最终累了自己 如果那些有钱人或者地产商 真的容许他可以开发交易公园的土地 他自己不会计算吗 他当然会知道将来这里有山堤傾舍 水土流失会影响到他的居住环境 他自然就会找方法拱固邪波 或者做一些东西 令到他那个地方可以移居 你没有住过一些屋 是自己付钱拱固邪波 是 其实付钱拱固邪波 在很多豪宅来说 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来的 大家说 这次要够70万 一人够70万 拱固邪波 拱固邪波是住在山顶 住在半山区的豪宅 一个固定的成本来的 大家已经是calculated 我不知道大家会知道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现在讲的什么交野公园 神石不可侵犯那些人 他一元都没有给过 现在的受害者是哪些 就是因为交野公园没有开发 而住在劏房那些人 那些人是没有说明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 在负责别人 他们是一个沉租者 你拿到交野公园 为什么要保卫交野公园 因为你们自己是一个吃免费午餐的囚租者 这个是一个免费午餐 那你肯定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开话 他们是吃免费午餐 然后我其实不是完全反对要保佑 不过我希望的一件事就是 在产权有清晰界定之下 然后就是由这一个双方 即是交野公园的得益者 和那个亏损的双方 谈回那个的赔偿也好 那个补贴也好 怎么样去令到这个交野公园 可以达到最有效的运用 其实这个我就引用了 王于简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 在这个国际学术期刊 这个生态可持续学报 这样做了一个简单的估算 他们访问了很多美国人 就说你们愿意付多少钱 如果这个交易公园 是要付钱才可以保护得到 你愿意每一次去交易公园 要付多少钱去保护这个交易公园 他们得出的数字就是 95元至135元 是港元 其实很便宜 环本真的很便宜 我要保护交易公园 每次去交易公园就付九十几百多元 但是香港的土地价钱 这个数字 就去到94%的人愿意付 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低呢 因为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愿意付钱 去保护交易公园 这是普遍来说美国人愿意付的钱 就像周显大师说 香港的土地当然跟美国人完全不同 值钱很多倍 第二样就是 美国人愿意付这个钱 但问题是香港人一元都没有付 如果你说要用高斯概念去讲这个 关于交易公园的话 很简单 王于占的建议就是什么 就是成立一个交易公园保育基金 你们那群愿意去参观交易公园 或者行交易公园 或者觉得交易公园很重要的人 你们就计算除那个人次 现在每年交易公园有多少人次 他建议就是1300万乘以100元或者130元 然后就由你那群交易公园的支持者去筹钱 你筹到钱 每年筹到这笔钱 这笔钱就用来津贴住务房的人 这个就是最好的补贴 其实不用你入交易公园 交易公园收钱可能比较难 因为交易公园没有一个Exceli的入口 有,他有几个入口 那他可以捐洞捐洞进去 那你偷入来,偷入去计算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 最好都是,我这个是优化了黄衣占的计划 我现在定一个指标 1300万乘以100元 就是多少钱?就是13亿 如果每年你这群保育人士筹不到13亿出来 我们就将交易公园那些土地拍卖 然后拍卖到筹到13亿 其实13亿都不应该足够 香港的地价绝对比美国交易公园的地价超过10倍 100倍,我保守一点我10倍 你每年就把我筹到130亿 筹不到,我们就拍卖交易公园那些土地 然后就将交易公园那些土地的卖地收益 放进基金里 我这么说 我说一说交易公园的成本 交易公园其实呢 如果是National Reserve 那些 Reserve 是保育地 其实那些是不准行的 外国交易公园分为几个级数 只有一个级数是旅游区 是被人走的 被人,当然美国、外国的驾车进去 香港是用人脚走的 如果你这样走的话 那些是旅游区来的 其实那些是计算旅游消费 其实那些是要用消费的方式去看的 而香港的交易公园的行山径那些 我计算过它有500公里总长度 那500公里总长度 当然是破坏了环保 刚刚那个状况 那个大概是如果计算它的烧烤炉那些 大概应该有200公里的 大概是200公里 那200公里当然如果你是在计算 200公里就是200万米 如果用4尺来计算 但是你还要成本 成本可能是4尺 或者应该是5尺之类的 那我大概如果这样计算 我就计算过大概是200公里左右 就是整个交易公园 整个所有交易公园 那那个是一个非常之 庞大的数字 而且是非常之不环保的 那我们是 封工的 就是因为你们那些人 你们那些1300万人行 你还要破坏了National Reserve 那些土地 那而且 林初卿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很好笑的 他说 如果大家好手秩序 因为丢垃圾是犯法的 而雜花是犯法的 如果大家理论上一招 一千三万人 就是一个人行 因为我说可能会增加 如果增加了几亿人 那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因为如果 商场的人 所谓是几亿人 那他说 只要大家 好 手秩序 基本上 行家的公园 绝对不会破坏到生态环境的 那我觉得 如果几亿人行 或者怎么样行的话 你应该一定 任何人行都破坏到生态环境的 这个应该不用解释 你是强硬来过 就是很离谱 我只不过说 其实我们的 交易公园 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 绝对的数字 但是你行家的公园 就不是 你行家的公园 必然是破坏了环境 而我可以是 计算出破坏环境有多少 那我就不将这件事 讲到那么复杂 那么技术性 我只是讲一个理念 就是很多口讲环保的人 根本就是一毛不拔的人 将神圣 每次任何东西 只要有人用神圣不可侵犯 挂在口边 其实就知道 那个人不想付钱 因为神圣不可侵犯 就是不可以用钱来衡量 你就不需要付钱 我可不可以讲错 神圣不可侵犯 你就不可以插 你不可以进去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 走进去郊野公园走 但是 如果郊野公园是神圣不可侵犯 你就不应该去参观郊野公园 没错 你就不应该去旅行 你就不应该去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就是用高斯的理念去讲 你说这个高斯理念就是解决环保最好的方法 要不就是 你的环保L 每年就筹一笔不足够的钱 去津贴回住劏房的人 住劏房的人就是容忍你们去参观 去行郊野公园 而住在这么恶劣的环境 这样很合理 你说你自己这么爱护郊野公园 你就每年筹30亿出来 去津贴回这一班的人 或者用来建楼也好等等 反过来 我现在给你一个更好的批评 你一元都不用出 那你就给一些地产商 去筹花一笔钱 去买交易公园的地 然后这些钱 给你帮环保L 来做什么保育也好 什么差也好 现在最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就是挂着经济学 开口埋口 但实际上 你根本就不容许人用经济学的方式 去解决污染 我再有多个国民选择 那个选择就是 关了家的公园行山劲 大家一起不要走 那就不通 那就公道了 明白吗 那就是保育 那就是真的保育了 你不要走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公道 所以他经常都说 这些左交为什么是最危事 左交就是最不愿意给钱 但就将一些陈意举到最高的人 下次再说其他话题 来说 你来说 你来说